新冠肺炎提升三级警戒以来 民众居家防疫 为了响应办理捐血活动的社团 也都纷纷取消了 但是医院的每日用血并没有减少 而花莲现场徐振卫 为了要鼓励民众是要踊跃捐血 以支持医疗量农 之前和花莲捐血站合作 热血挺农有 你来捐血我补营养的活动 提供了当季新鲜的南瓜子 给完成捐血的民众 后续也将启动系列的活动 期盼募集 更多民众一起来热血响应 花莲捐血站站长才无论表示 这疫情日期严峻 许多原定共同办理捐血活动的社团 纷纷取消 为近期疫情逐渐趋缓 因疫情延缓医疗的病患 也陆续回归医院 血液需求量大增 若捐血量无法提升 将无法满足预验在医疗上对血液的需求 对于其用血的病患更可能造成治疗上的延迟 或是导致病情恶化 感谢县政府扮演领头羊 用行动支持捐血活动 提供当季的农特产品 参与捐血活动民众补充营养 让捐血活动更具备了 相亭在地农业的意义 现在学生表示 根据台湾血液基金会的评估 血液安全库存量为7天到9天 但依照花林捐血占逐计 现在各血型平均库存量不到5天 属于严重缺血的状况 但因为疫情 捐血活动不像以往日落 巨大的缺口即需要乡亲们 挽袖捐血 补充控的血库 让花林的医疗能量不至于失衡 委员处长吴国文表示 花林政府已经和花林捐血中心 首颇吸手活动 捐血送难过 以最新鲜的在地农业为捐血 民众直接补充营养 后续将与各农会合作 在8月份启动下一波捐血活动 会因为疫情的冷清捐血的活动 再次助辱动能 记得终于华州老 记得终于华州老